然後我就用手套一直在那邊摳 一直在那邊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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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邀請到我的萬年室友 就是在香港的室友 大家非常熟悉的 國泰林一臉 咕咕 嗨 大家好 之前大家可能有在影片看過他啦 好喔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今天 再一個 只有一個機會 我們今天主題一定跟空不遠有關嗎 畢竟大家都卡在香港回不來 他就來回飛 所以他就一直不停的在隔離 從三月底到六月底 三個月隔離四次 那現在不用上班嗎 我自己拿五星家 那現在其他人呢 還有在飛嗎 有 可是一個月可能就一班機 或者是一個月可能一個禮拜的stand by 那這樣的話錢怎麼拿 可以講嗎 可以啊 可以講 你什麼都可以講啊 錢就拿底薪啊 底薪來扣掉好像百分之二十 他還是有就是稍微剪掉一些人工 是有可能被裁員的嗎 是啊 全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在裁員 但是我覺得我的老東家是很好 他是有規定一個期限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他是規定說 我現在Promise到八月之前 是不會做任何改變的 要看情況 所以九月就等死了 哈哈哈哈 那我想要問一個東西就是 看過我的影片所有影片嘛對不對 我說空服很有看過 都很膚淺 不是都很膚淺啦 雖然都很膚淺 但是是真的嗎 我說的那些是事實吧 是事實 沒錯吧 就是事實啊 大家不要想太多 就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就是甄嬛傳啊 一定要逗個你死我活 很多很開心的東西也用 開心的事情我也會講 可能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也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 那現在就先跟大家講一些 就是飛機上 你碰過最怪 最誇張的事情是什麼東西 就是客人啊 我們今天主打客人啊 畢竟來日方長 很多東西是可以講 那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我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嘔吐 嘔吐 他們總是趕不到廁所 或者是他們不知道廁所可以嘔吐 再來 拜託 不要吐在洗手台 其實你吐在馬桶裡 對 很多人都吐在洗手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吐洗手台 我直接把廁所都鎖起來 五六個廁所 然後兩百多的客人 你少一個廁所 客人就是 哪一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 能讓他通就讓他通 因為我其實不怕嘔吐物的人 我是朋友吐我可以幫他直接用手 塗手接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把它通 然後我就用手套一直在那邊摳 一直在那邊摳 一直在那邊摳 真的沒有辦法用 那個我們要手去挖嘔吐之後 我們還要送餐我 你可以換一個送餐 不行啊 你怎麼知道那個會不會噴到哪個地方 那個現在有 那他們嘔吐就是 窗戶啊 窗戶根本是不能開的啊 所以我看過兩次 我就覺得說 哈哈哈哈 呃 OK 哈哈哈哈 他們把那個窗戶那個拉起來 然後就 就覺得可以吐到外面 其實我真的不懂 他們說想吐想吐 然後就 就往窗戶吐 我們前面想吐的時候 椅子前面打開那個小袋子裡面 都有一個嘔吐袋 然後那嘔吐袋是防水的 拜託把它打開 你想吐你就先把它打開 你不用跟空服員拿袋子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袋子 我們就只有那個嘔吐袋 每一個位置上都會有一個嘔吐袋給你 沒有 而且他們會跑到廚房來說 我要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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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廁所在旁邊沒有人在排隊 你為什麼不去吐 然後就我要吐 我要吐 然後就流出來了 哈哈哈哈 他是喝醉嗎 沒有 可能有時候有亂流或什麼的 他們會站起來 或者他們會叮咚叮咚 然後我們就會丟牙過去 然後一聽到說 啊 我要吐 然後我們就趕快衝 用跑的這樣 手刀回廚房 然後拿袋子出來 然後他們不只吐在窗戶上啊 然後地上啊 還有Cruise 像飛機 Truisee Cruisee也會啊 Cruisee也會吐 就吐在你身上 我想說什麼 因為扶著Cruisee說 我要吐 我要吐 然後就來不及了 然後就吐在我的座椅上 然後要降落的時候 我們要做那一次怎麼辦呢 我之前有一集有講過 對棉被對不對 OK 我告訴你喔 我們用完之後呢 那些棉被 新的棉被就會打開來 然後因為我要蓋住那個嘔吐 我才能做喔 所以我那個棉被上面 就是嘔吐物喔 然後他們就是拿回去洗而已喔 也是萬年的喔 對啊 好棒喔 下飛機 就排隊啊 因為下飛機你知道 要排隊才能下飛機嗎 我想說才幾步路而已 為什麼不跟前面人說 不好意思我要吐 借過一下 他們直接就 吐在客人身上 你們在家會這樣吐嗎 哈囉 在家不會有亂流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 還有什麼比較誇張的東西 就是把小孩子放在地上啊 把小孩子放在地上 我知道 一定是紐約班對不對 紐約也有啊 就飛北美就是有那些 人的地方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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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想要把小孩子抱在身上 覺得小孩子不好睡或什麼的 就直接放在地上 蓋棉被讓他們睡覺 然後我們 半夜就 晚上飛機很黑很暗嘛對不對 我們就要拿手電筒來照照 嗯 鷹耳 不是 可是我們第一排不是有一個東西可以放下來 然後放那個 有些人比較聰明的 那個板子拉下來 就大隻的小孩放上面 放上面睡 地上放嬰兒 上面放大小孩 對 很像是人口販賣欸 沒有那很危險 如果第一個亂流來的小孩子就蹦蹦 可是通常我們會把床 有嬰兒床叫baby bassinet 我們會把嬰兒床放上去給嬰兒睡啊 可是那是兩歲以下可以睡啊 喔 所以你的意思說 大小孩 大小孩是兩歲以上的 那怎麼撐得住啊 他可以撐 我記得是15公斤 不能講出來15公斤 沒關係可以吧 所以你的意思說前排客人就是一排小孩就是躺在那邊 對啊他們就是會看到他們把小孩放地上 因為小孩子躺了睡比較好睡嘛 我懂 可是不安全 可是這樣我們推車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危險 因為有時候客人的腳伸出來 腳會碾斷喔 真的 他如果沒有看到 那個車真的很重 而且重點是我們往後走的時候 我們會看會看 可是我們眼睛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看到那麼下面 我們會絆倒會跌倒 所以我覺得各位就是 如果你們坐飛機的話 小朋友要舒服一點的話 還是盡量 抱好 不然就乾脆你有小孩就不要出國了 你這樣有太多了 你有小孩的話 我們就好好把小孩放在椅子上 就多一個位置 或是真的就抱好啦 我覺得 不要放地上啦 擋下地上多張 嘔吐物 排泄物 玻璃 蘋果汁 柳橙汁 紅酒 白酒 Vodka Gene 參在一起做成殺鳥牛丸啊 還有你最愛的豬肉跟飯 豬肉跟飯你不需要比著我 但大家會覺得說 可是地上不是每一般雞都會清潔嗎 是啊 可是他是這樣用吸塵器吸啊 他沒有吸塵器去吸欸 各位 是啊 地上是用吸塵器吸 客人嘔吐 我們用一個特別的東西 一種粉下去 把它變成固體 然後再掃掃掃掃掃 然後等到飛機降落之後 才有人來拿吸塵器來吸 所以不要想說他們會洗它喔 沒有這回事 沒有沒有 所以它都是已經是外面的地毯了 好啦反正呢 小孩就真的不要放地上 因為除了地毯很髒之外 玻璃也很危險 然後我出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怕 把小孩的頭可以碾斷 嗯 那真的超危險的 對 好 我小孩遇過一個阿伯 他上完廁所出來 哈哈 海洩霧是噴到就是 我肩膀這麼高耶 哈哈 現在我坐下來 它高過我的頭 就在鏡子上面 我170公分 如果噴到我肩膀是150幾公分耶 那阿伯是哪裡人 不能講 但是我碰過的是 那我飛印度班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就是他上廁所 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噴到牆壁上都是欸 我不懂是 可能是上完廁所 他滿手都是那 左起手 然後這樣甩甩甩 這一集是有點噁心啊 欸不好意思喔 呵呵呵 就是有某個航空空劫 就是有一個乘客要求 就是他幫他擦 ski 克風 مس 喔 我遇過欸 我們飛機在一班級有頭等長 我就被老總叫上去 他叫上來就說 欸那個某某先生啊 啊這是我們飛機上 那個最漂亮的Honey啊 欸他說Honey啊 你多跟那個什麼先生聊聊天 真的假的啊